美军多架战略轰炸机23日在战斗机的护航下至朝鲜半岛以东水域上空飞行 抵达本世纪以来美军战机飞抵的飞军市区最北端 美国国防部声明指出美空军B-1B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出发飞抵该水域上空F-15C战斗机从日本冲绳基地起飞护航 声明说这是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21世纪以来飞抵的飞军市区最北端 显示了美军对于北韩鲁莽行为的高度重视 此次飞行也意在表明美国总统川普有很多军事选项应对朝鲜威胁 美国政府近期对北韩态度强硬 川普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境辩论上发表有关彻底摧毁北韩言论后 21日进一步向朝方施压宣布新一轮严厉对朝制裁措施 中时电子报